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坛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分散在广东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力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里RNG 资讯爆炸时代 现代人快速掌握新闻时事 而对于知识的学习跟渴求也越来越积极 不过或许也不免陷入焦虑 不过运用这个网路开启更多学习管道 也因此随着兴起 线上学习带动了产业商机 台湾和中国大陆发案情况有哪些差异 如何观察未来发展的一些前景呢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时事评论员杨太新 我们探讨解析 非常欢迎太新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欢迎太新 我们先从台湾说起 来观察台湾的部分 我们看到台湾在线上学习 这个部分也是有的 不过我看起来好像很多都透过这个教学平台 就你的观察到底有哪些条件跟因素 让这个教学平台在这个线上学习 这个部分是比较普遍的广为运用 而且大家比较能够接受 目前最主流大家基本上所有的平台 最重要平台一定是手机 手机嘛 然后在手机上开发 当然就是手机APP 目前两岸都是这个样子 只不过大陆来的更蓬勃发挥 而台湾唯一的主流就是语言学习这一块 在线上比较 所以说台湾话最红的最有名的 几乎都是一些学习英文的一些APP 大陆则不然 大陆有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线上课程的平台 在推出而且都很火候 而且并且是方性为爱的状态 台湾好像也有啊 我看有蛮多 包括早期是补习班 现在有一些名师也透过这种方式在授课 这怎么讲呢 这要看怎么去定义 这样的线上课程的平台 普遍我现在在定义这种 线上学习课程的平台 大陆的主流 通常一堂课最多是10分钟到20分钟 而且种类包罗万象 可是台湾都几乎局限在语言学习这一块 另外他们大陆的这些平台化都个人就是明星品牌化 应该说就是主讲人都是明星化的一个偶像化的存在 可是台湾普遍就是都是以品牌为主 就跟大陆的不太一样 好 非常谢谢太新的说明 太新刚刚问我们讲到说 在台湾的话 主要是以这个英语或语言教学这为主 那可不可以请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 台湾的这个线上学习这种APP呢 他们主要针对对象 还有运作和收费的方式模式又是怎么样呢 台湾像我刚刚提的英文学习就可能会有一些课程 可能要搭配阅读搭配邻听 甚至搭配一对一的一个口语 这种方面进行线上教学 另外就是台湾的课程很多都是原有既有的一个机构 发展它的线上部分的一个课程提供 所以说它通常跟原有既有的一个平台 就是一个授课平台的结合 这样最普遍的话就是补习班发展它的一个线上付费的课程 那也就很多就是类似 像最有最常看到这些考法律考高普考补习班 他把它的上课的东西 把视频然后把它发展放到网络上面 透过这平台上面进行一个收费的一个教导 这个还是由传统的课堂来进行转化 出来提供给大家就是购买线上课程 听众或观众来阅读来使用 这个部分在大陆也有 可是不像大陆现在主流 大陆走的比台湾远很多 他们发展出来更加独特的 完全的一个全音频式的短课程 所谓短课程大概一堂课 几分钟到二十分钟一个教导内容 这块在大陆现在是全部所谓的一个知识付费 线上教学 线上知识教学这块的一个主流商品 这块像这样的商品在台湾我不敢说没有 可是肯定是相当少的 那泰西那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市场不够大 还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在这种方面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推论的结果 是第一个大陆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开听评课程 包括如何讲话 口才训练 口才训练像蔡康永他们就开音频课程 叫做好好说话 一个节目叫奇他说 大陆很有名的一个节目 网络节目叫奇他说 他们的一副产品 因为里面的人都很会讲话 就变动高手 他们教你如何讲话 比方讲像台湾有一个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不是跟金竹教育大学合并了吗 他里面教育大学里面的一个专门教育 幼儿亲子教育的一个女老师 就跑到大陆去卖了一个课程 大陆有个界面平台叫得到APP 这平台卖一个专门叫亲子教学 这幼儿教学这块卖到超级火红 现在就是为台湾籍的女老师 就大陆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知识型网红 这个东西它在台湾的课程是完全卖不动的 卖不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台湾民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很快的很方便的 就会究竟到补习班或哪里 中国大陆因为服务员辽阔 他可能因为这样子的条件 所以会让这个APP线上学习两边不一样 像台湾的部分是怎么样呢 台湾话我打这个东西可能不太恰当 大家可能没办法那么熟悉 像台湾有一阵子很流行去购买大部头的书 就买个旅游全集 全世界20个博物馆带你浏览20个博物馆 然后你有录音带 然后有书籍可以看 然后有导龄书 还有另外一本导龄教你怎么去看这些东西 或者教你如果经常古典音乐20堂课 都卖录音带 这个东西都包装很新美 然后有书籍 有人然后又请某个大使带你来 像这样的东西台湾过去都习惯卖 而且卖很贵 可是大陆不一样 大陆想走法 像最近我有个朋友叫林楚芳 是大陆很有名很有名的媒体主编 然后他现在推出了一套书 就是走览世界30个文明古迹的最重要点 每一堂课就15分钟而已 然后他就用这样的 然后带你去看那些地方 这样一门课20-30个点 这样逛完了大概要200块钱的明币 是这样的 每个课程都10分钟到15分钟而已 完全都是这样的 而且在APP上面得到APP上买 现在也卖几万套了 卖相当不错 这样的东西在台湾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商品 台湾还是习惯 就是让你有相对的价值感 质感 拿得到手 有书 有影片 然后有人导览 有人导读 这样子的东西 都还是包装的漂亮 然后一套可能卖挺蛮贵的 大都完全都看不到任何实际 就是有听而已 我认为这个现象 第一他们习惯知识付费 他们习惯购买看不到的东西 因为他们电商太发达 所以他们习惯购买看不到的东西 台湾即便他们购买这种看不到的东西 可是台湾还是要握有一些实际 才会具有那个价值感的差异 第二大陆他们求快 他任何东西都要快 他甚至会愿意为了快付出更高价格 所以说他们就是可以接受 听到音频就是10分钟 他们愿意为10分钟付出高额 可是台湾不可能为10分钟 台湾一定要至少半个小时 然后这个东西要一个具体的东西 我才会愿意付出那个高价格来处理 等于说一个商城消费品来使用 台湾都把它造成一个精品的概念 来继续消费 所以说两边概念是不一样的 另外大陆年轻人 甚至我认识一些中年人 老年人当然是不学 不听这种东西了 这些中年人他们的习惯 就是说他们知识的焦虑感很重 而且他们习惯就多工作 也就开了好几个市场 他们可能在地铁上面就习惯听 我认识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他们习惯每天要听三个到五个是音频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他们到现在很强调说碎片化的一个学习 他们也是把学习拆成10分钟10分钟 一天听好几个视频 早上起床听了一个什么 有个叫李箱子 商业知识内参 就每天告诉你今天发展 全世界发生什么大趋势 10到15分钟了解全世界大趋势 然后明天教你去很有名的经济学定理 明天教你去很有名的行销学定理 不用这样子一个姿势 拿包的形式来进行销售 这个东西在台湾卖不动 台湾就是电视台或是广播节目 都已经打到这个功能 没有人愿意买这种商品 所以总的来讲 台湾这个网路学习的发展趋势 还是蛮局限的 如果相较中国到来看 你观察能不能认为 当然这不太一样 大陆人他们习惯什么东西 他都会开一门课程 甚至很严肃的东西 如果说他讲的很有趣 相当深重 他们会愿意消费这个东西 可是台湾如果说严肃的东西 只会是为了要考试 为了积极的很专注的目的 台湾人愿意花钱去突破 可是大陆人不局限于这一块 他们会愿意像我一个 很要好的老师叫徐兆峰 他在2017年串起来 他串起来的时候 他是北大的经济学老师 后来他已经赚钱赚到 把北大的教授指挥支掉 因为他一年年收入2000万人民币 所以说他总共 他在得到APP内套的课程 三次堂经济学课程 他总共在2017年 他就卖超过25万套 那照这样来推的话 台湾的网路学习的发展情况 可能是比较有局限 那相对的在这个传统出版业 还是有他的一点点的生存空间 可以这样说 台湾的市场出版业还相对蓬勃一点点 这一块台湾是超过大陆这一块的 可是就是在这个现状纯粹 就虚拟的这样一个销售的过程 在这种虚拟商品的销售 台湾是没有做超过大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进行理解 好 非常谢谢此视频 杨太行为我们观察 台湾在这种线上学习 透过这个教学平台 目前一些发展状况 然后如何运作 以及未来有哪些的发展面向 我们要来关注 在下段节目中 我们继续请太行来我们分析 他刚也谈到说中国大陆 民众很接受利用这种APP 或是线上来学习一些知识 这种知识型付费 那情况是怎么样 而未来的发展 又有哪些需要关注我们一下 我们稍后会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 随段出发的阳广记者黄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台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而台湾又来 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东上 从政经情事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破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 新闻部 王力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 两岸ING 是阳光 被放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安居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时事评论员 来跟我们一起探讨 两岸的线上学习 中国大陆的人口基数大 发展的前景 相对台湾 在有一些条件 跟状况不太一样 似乎是比较被看好 刚才泰新 也已经跟我们提到说 中国大陆 有不少民众 他们都会利用 这个线上学习 比如说下载APP 来学习这些知识 观察一些主要 比较受到欢迎的 一些线上学习内容 他们的运作模式 是怎么样呢 他们是有哪些内容 是多吸引人 是不是来谈 你这方面的观察 首先他们这些课程 现在音频压倒视频 因为音频可以释放双手 可以边边边做事情 那他们之前通常就是 焦虑不安的人 他们还想多做点事情 他们还讲究所谓效率 所以说音频市场 是胜过于视频市场的 这是很有趣的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东西 他们要短不要长 一个东西可能可以10集 做10集的节目 可是10集的节目 一样的内容长度 可是他宁可把它做成 为什么呢 因为最重要 他们要一个 陪伴感的消费 就是他们消费过程中 不只是知识的获得 知识的获得 肯定要有 就是获得感的一个满足 可是他们最重要 更重要是需要一个 轻松的一个陪伴感的感觉 等于说是一种 消费的一个感觉 快乐的一个消费的感觉 他们会有人陪伴的不寂寞 也可以反映出来 大陆他们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境界 另外第三个话 他们这个东西 娱乐性大陆这些节目 通常娱乐性 会比台湾这一类节目 以来的娱乐性高很多 所以他们出现很多网红式 超级大的一个网红式的明星 就像我跟你讲 薛兆峰老师 北大教授 可是他相信 在大陆 很多车站到处可以看到他的海报 可能卖可口可乐 卖什么东西之类的东西 所以他们都已经变成网路明星 这样子的存在 台湾我到目前没有看出来 有任何一个 就是开这种课程的人 或怎么样子 变得很有名 台湾有很多很有名的知识型的人 可能他在网络上面 或在广播电台上面 一些音频的东西 很不错 后来就被剪辑成节目来 有声书 有声书 像那个有位医生 很有名的知识 游灵节量医师 他的东西就变有声书在卖 卖的也卖的相当不错 可是就没有变得超级网红 做商业式的一个销售的行程 大陆就是很容易 就是这样的 透过得到VV这个平台 已经捧红十几个这样的网红了 这个东西台湾目前看不到了 有补习班的名师 还受像这种的现象 补习班 我就说那个都为某个特定的目标 去进行功课 我要功课大学联考 我要功课研究所 要功课高普考 这个目标性的很强烈 可是大陆这种东西 大陆真正走红 都不是这种目标型的课程 而是说学经济学 学趋势学 甚至学习比特币如何销售 买卖比特币 比较有名的几个 像大陆 这个我说得到APP平台 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李孝来 大陆最早做比特币销售的 贩卖销售的一号人物 号称是教部局人物 也在这平台上面进行销售 反而我们说这某某特别的考试 类型的课程 这样子的网红 在大陆这些平台上面并没有看到 是 太新 刚刚除了您谈到说在贩售这个 知识的这个音频 还有捧红的一些 网红的名师 他们这些部分之外 这个利用这个APP贩售知识 它还有带动哪些的周边的商机呢 您的观察 一样我们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大陆这种转音频的ATG 其实我们都看到都在网络平台 网络平台就基本上 这些东西都像个变形虫一样 他们就不会 仅仅于这个平台上面 它会就会横向发展 然后发展到很多领域 像我之前跟你们 搞这样子一个学校风老师 我想全中国 大概也只有一个 这样子的经济学博士 可以为商业的一个商品 进行贩卖 当一个代言人 因为大陆过去 一些知名经济学家 通常都造出所谓走学演讲 可能一场拿20万 30万人民币 进行走学演讲 基本上还是一个 比较学术性质 或者说演讲市场的东西 可是你看这个薛中锋老师 他获利演文是主要 却变成是一个 好像大明星代言 这样模式 主要收益来源 是来自这一块 是不太一样 而且像不止他一个这样 另外有个叫吴小波老师 他也想要明白 他的课程也是卖几十万套 有个吴小波频道 然后也有接演讲 然后也有接代理 然后他底下 他有开出晚色 他就引进一些书来卖说 这是我吴小波推荐的书 卖得很好 像是大陆很大很大的一家出版社 他甚至在杭州西湖那边 买了一个岛 一直认为岛主 所以说这个在大陆 他们这些知识人 他们都可以过得挺滋润的 这一点跟台湾不太一样 他们可以过得都变成创业家一样 而且贩售是知识 泰心刚刚提到很多老师 还有变成明星 网红 这些所谓的专家 不过专家专家 我们说他们以打造各种IP 进行这些教学 如果严谨来看的话 他们难道必须要面对 市场上专业的考验 他们都是真的专家吗 你觉得这有没有什么样的 一些引诱或问题 可能会出现出来 也很讲究品牌的 像吴小波过去 就是很有名的出版人 跟很有名演讲家 他出了很多很有名的书 像他出过一本书 叫大败局 大陆所有这种企业家 争议经营破败一个情形 这本书在大陆卖 也是上百万 这本书在台湾也有出版 出书也是卖相不错 是远流出版 叫激荡三十年 就叫大败局这本书 在台湾的名字 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 像这样的人 像薛兆峰 他本身就美国 George Mason大学的 法力经济学博士 然后在北大教书 他们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抬头 才介入这个场域 可是最重要的是 他们讲的一定要有趣 相当有趣 扣条要相当好 人要长得有点帅才可以 长得丑了是不行的 所以说基本上 他们身上要兼备 过去知识背景 也同时要有娱乐明星的 具备某些特质 要两相结合 所以丁石峰毛 临角的人物才有办法 串除头来 跟他们串除头来 物质上面报酬是相当经允的 是 太心 那你怎么样看未来这种线上学习的一些发展 他这个知识付费的市场 未来我们有哪些要关注的发展面向呢 我会觉得如果用两样来比较 台湾不蓬勃 可是台湾都有特定目标在发展 就是有特定的考试需求 这个部分在发展 会很稳定的发展 或是极少数可能就人文艺术上面 灵厂 灵厅导读这种东西的话 它有固定的需求 然后走的是精品路线的这样子 也很稳定 或者说奖讯如何谈美 如何欣赏名画 这样子的网络课程 或线上的东西 它会卖 不会大卖 可是会相对稳定 可是大陆算是个趋势型的东西 可是大陆就早晚会走向没落的 可是不会死掉 会走向没落 我的原因可能两位会觉得 对什么要求 为什么会这么 蓬勃 然后为什么会说没落 因为很大一个原因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推陈出新 这个因为辩子是大陆很重要 他们在我的观察而言 我要说他们是一种学习模式 我还不如说 那他们是一种娱乐的模式 那娱乐永远就是会推行出新 就有新的娱乐来取代 这旧的娱乐 因为我不会认为那这个学习 我刚刚说他们要陪伴感 要获得感 要陪伴感 要获得感 最重要还有娱乐感 再加起来才会是 一档像样子的 线上知识学习 一个商品 可是里面最重要的不是获得感 就是获得知识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所谓的 陪伴感跟娱乐感 所以说因为这两个东西 的一个强烈的一个特性 超越目前的这些 知识付费商品 我觉得没落 因为他们其实 他们学习任何东西 这么碎片化学习 而不是个许同化学习 碎片化学习 那知识获得量 或是可以使用的能力 是相当差的 台湾的这些课程 虽然说相对而言 没有那么慢 那台湾至少 一个set的一个课程 听一集下来 不早三十分钟 而且是有系统化的学习 那大陆他们不强调 系统化 他们强调有趣 可以办 一个十集的节目 他们应该把它拆成一百集 用一百集来跟你讲 给你听 所以说那个 有点像在看美剧上演 所以这个早晚会没落的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 是 好 非常谢谢泰星 在我们今天来探讨 台湾还有中国大陆 对我这个线上学习 也带动了这个产业商机 不过呢 台湾跟中国大陆 发展的情况呢 有蛮大的差异 那么目前 中国大陆线上学习 是蓬勃发展 也带动很多的这个商机 不过 可能它发展的 一个主要的支撑力道 还是这个娱乐 要推陈出新 未来发展 泰星认为 可能会取消于没落 但情况如何 那台湾呢 虽然在 发展线上学习 这个商机带动呢 不如中国大陆 可能有一些局限 但是呢 我们接受 比较有系统的一个教授 这是两岸在线上学习 不一样的这个情况 好 我们在今天 非常谢谢 时事评论员 杨泰星 来针对这个线上学习 为我们做的探讨解析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泰星 谢谢 我们就说 我们今天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